长荣航空又开航新航线 桃园直飞休斯顿为了拉台气势 拍出新营炸的Hello Kitty机 担任首航的任务 只是毕竟是外来的航空业者 透过媒体宣传有限 业者就把行销的触藻 动到棒球场的大荧幕上 利用球赛进行实打广告 让球场上的人不记住都难 这里是美国休斯顿的美丽果棒球场 为了与国际接轨 到时候国际航空的凯迪基广告 就会出现在球场的大荧幕上 大到不能再大的电视墙 不管是比赛过程还是中场休息时间 都会不时出现台湾的Hello Kitty机身影 业者看准的就是视觉轰炸 毕竟彩绘机 透过媒体宣传效益有限 没看到的人就是没看到 利用球赛进行实打广告 要球场上的人不记住都难 甚至透过转播 电视机前的阿兜阿也会不知不觉认识 都有跟我们在接触 比如讲说是LA或者是纽约 但是都还在接触中还在谈 事实上为了行销增加曝光度 过去国际航空广告 也曾经登上时代广场电视墙 大帅哥金城武在纽约街头露脸 国际航空再透露 还会遮早大明星拍广告 目标锁定好莱坞女演员 再登地标时代广场 但代言人会是谁暂时不透露 另一家国际航空则走行动风格路线 大量缤纷花卉搭配舞者翩翩起舞 将台湾之美呈现国际舞台 打从1987年开始 二十多年来 每年的花车游行都不缺席 甚至多次拿下美国玫瑰花车大奖 成功行销台湾航空的海外知名度 国际航空开拓新航点 太空重镇休斯顿 除了派凯迪基加持外 也希望能透过景点行销 冲出好成绩 以上是东风新闻界的 陈台游张一辰 在美国休斯顿NASA的采访报道